港大和中大醫學院研究 發現Omicron變種病毒 會大幅削弱伏必泰疫苗的保護力 不過研究成員之一的許雪昌說 疫苗對預防死亡和重症仍然是有效 要提高疫苗的保護力就要打第三針 譚曉彤報道 港大和中大醫學院困了10個人 在他們接種第二劑伏必泰之後 一個院內抽血 也就是抗體水平最高那時候 團隊首先用原始新型冠狀病毒做測試 原本染成藍色的細胞 被病毒殺死之後 會變成白色的洞洞 加了接種人士的血清之後 全消失白色 代表血清殺死了全部病毒 之後再用港大早前分離島的 Omicron病毒株測試 加了血清 白色洞洞還有很多 代表疫苗的病毒中和能力減低 對於這個原始病毒 它差不多有320個單位的中和抗體 但是遇到Omicron 就跌到只有10個單位 所以跌了32倍 非常之低 去到這麼低的份量 就差不多可以說沒有了保護力 差不多是相等於25個單位 才有一定的保護力 但是也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身體也有個T細胞的反應 竟然都可以減低重症死亡風險 但是因為那個中和抗體 事實上是大打折扣 所以還是要打第三針 他說藥廠數據顯示 打了第三針復必泰之後 中和抗體水平會回升25倍 可以減低受變種病毒感染的風險 香港另一款疫苗科興 團隊說很快有研究結果 由於過去的研究顯示 科興的抗體水平比復必太低 所以估計科興對Omicron 會喪失相當多的保護力